在你爹身上就发生了一件根本不敢想的事情 什么事 猜猜 朱元璋居然奇迹般能准刘伯温回乡养脑了 又知道老朱对大臣们的使用模式 就跟毕业班的班主任一样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在老朱这里 没有一个重臣可以活着走出南京城 谁要想临阵脱逃 就得问问老朱的钢刀答应不答应 不过刘伯温之前与马皇后有五年之约 马皇后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费尽心思说服朱元璋 终于让刘伯温顺利撤退了 大儿子刘连见老爹状态还挺开心 顺嘴就问了一句 刘伯温淡淡一笑 儿啊 你爹我这次是被罢官夺职 属于是被清除出公务员队伍 哪还有养老金呢 刘连一听就薄利一了 第二我听说清朝有个人野性刘 好像叫刘罗郭 人回向养老的时候 乾隆皇帝就赐了好几箱金子 咱也姓刘 咋就没有那个待遇呢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柳伯温见儿子不上岛 只得耐心开岛 儿了 朝廷里多少人想要回家都回不去了 这把官看着是落魄 可咱这叫平安落地 你看那李山长现在是风光 可他能平安落地吗 咱们能高开低走 还得感谢马皇后呢 你小子少拿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儿 刘伯温担心有人会在朱元璋那里见谴言 把手如今是要风的风 要雨的雨 而朱元璋呢 是个剑缝插针的人 找个机会就得敲打敲打 这话听着是夸奖 要真当夸奖可就是政治不成熟了 杨县那是欺君网上 弄虚作假的坚持 拿胡为庸与杨县相比 言外之意就是 你小胡别跟我老朱跟前告什么妖蛾子 哪天要是被我发现你敢骑军 下场你懂的 胡为庸立刻表明忠心 这话说得多漂亮 可胡为庸的死心塌地 反倒让朱元璋想到 一心要离开自己的刘伯温 想到刘伯温 朱元璋又头疼起来 胡为庸的眼睛里贼得很 一看朱元璋为刘伯温发愁 立刻开始挑拨理解 皇上您老有所不知 那清田属于浙东一代 浙东是张世成的发想之地 那里的百姓本就对朝廷的赋税政策不满 刘伯温这样的浙东大人物一旦回家 会不会被不法之徒围攻 会不会引起剧动对抗朝廷政策的事 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张世成 多疑的朱元璋被这话一挑 心里也打起了鼓 不出三分钟 已经想好让刘伯温重新回来的办法 再说刘伯温的离开 让马皇后身边的月儿 也动了回家的念头 月儿深知地位越高越危险的道理 想要劝说二虎早早离开京城 月儿现在已经怀了孩子 对朝廷越发感觉恐惧 可二虎现在是仅一位一把手 王侯将相的秘密全都交给二虎负责 干的差事都是朝廷密事 他想离开就得把人头留下 可这些话又不能对月儿说 只能紧紧抱着月儿